无名是什么 我们要记住 齐心动念是无名 分别是沉沙烦恼 执着是见思烦恼 齐心动念是无名烦恼 这个地方举一个无名 就把这些烦恼都连带在里头了 我们有无名 有沉沙有见死 所以虽有痛苦 必须这三种烦恼统统都断了 全都放下了 我们本据的如来藏 就是心中真如来信就显现 那就跟惠南大师所说的 一样 那他开悟 开悟是什么样子 他说了无局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这个要记住 从来没有人无故 因为他是真的 本不生灭 本不生灭就是大半裂盘 所以明心见性就叫灯 你见性了 你真正 正德 不生不灭 第三句说 本自居住 他本来就居住了 智慧德相 德就是此地讲的 横杀功德了 像是无量的像好 我们现在人讲佛宝 向好的范围 比佛宝还大 一切自信都居住 不要从外头救 末后的年居 告诉我们 本无动摇 那是自信本定 最后能生万法 变法界 虚空界 都是自信 所生所谢 受法界 一真状也 是阿赖也 所变的 迷了以后 才会变 觉悟了以后 不会变 不变的叫一真 会变的 摇法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